谢霆锋被确诊的癌症了,第一时间告诉张柏芝,但她的话太伤人。 谢霆锋早前已经被医院确诊患上了皮肤癌,然而谢霆锋已经确诊后第一个电话竟然是打给张柏芝的。 然而张柏芝却没有给谢霆锋好话,直接说让谢霆锋放心,老天是不会那么容易让坏人死的。 这句话刚爆出,立刻引发网友的热议,想当年两人的感情那么好,如今分到扬镳后却像仇人一样拔刀镶下,真的是验证了爱之身,恨之切这句话啊。 这么狠毒的回答,就连网友都没有想到。 但是俗话将以日夫妻拜日恩,两人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。 张柏芝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,也不应该如此诅咒谢霆锋啊,真的让观众大跌眼镜。 其实张柏芝真的是想诅咒谢霆锋,骂他坏人吗?其实不然,真正意义上,只是一种变想的调侃而已,只是希望谢霆锋不要那么早死去而已。 关注过张柏芝的人应该都知道,张柏芝在观众面前很少伪装,他是那种职场子的人,有什么说什么。 如果真的像网友们想的张柏芝那么坏的话,那没爹的孩子长大后会怎样呢?如果谢霆锋有什么困难的话,其实张柏芝也会受牵连的。 不过现在两人虽离婚了,但是谢霆锋还是会去看望孩子的,毕竟孩子真的没有错。 关于谢霆锋得癌症的事情,其实网友最应该问的是王菲,大家觉得呢? 关于谢霆锋得癌症的事情、 provider管籍的事情吗? 试图